馬鞍山 春色無邊 各位朋友 馬鞍山春色無邊 現在是秋天 馬鞍山是一個有海有山的地方 春天春色無邊是無可懷疑的 秋天都春色無邊 春色當然是來自偉大的中國 在《一周刊》報道 馬鞍山福安花園商場 即是一個居屋商場 開了一些所謂按摩店 美容院那些 有些古怪的服務 那些幫人推拿按摩的店 居然門口坐了一些衣著性感 或者引人霞想那些 穿護士服 吊帶裙 那些男人經過拋眉眼 美者就自己進去試 做了一個全身按摩服務 接著就問她有沒有特別服務 按摩小姐說 有 你說推油也可以的 兩百元 接著對方說什麼叫推油 接著就說 行了 你知道什麼 接著就拆穿了 原來遙前之中 他們是有色情服務 原來真的有的 當地的民眾當然很不喜歡 因為附近都有補習社 有學童經過 居然在裏面開了這些 好像在旺角或者其他的 深水埗地方 我們見慣有色情服務 或者是懷疑有古怪的案 按摩院或者美容院 這些就是 沒有得很怪的 就是說 你過去在香港輸入了 這麼多大陸人 以及用各式的方法 即是家庭團聚 或者是什麼輸入優材計劃 每天150個單程證 來了這麼多人 香港可以提供的就業機會 是很有限的 工廠北移之後 大部分下來香港的人 除了是高等人才 可以做一些專業服務之外 或者創業做生意 普通人其實是 跟香港的一般低下層一樣 是做事的 他們當找不到工作做的時候 或者是預期到經濟差的時候 就會自然投入色情行業 色情行業在場所臨立的 旺角、波蘭街一帶 其實都飽和了 唯有開新市場 新市場自然 這些居屋 有些中產 但是年紀老化的地方 所以看到 這是自然趨勢 輸入這麼多人來香港 自然就會發生那些事情 究竟為什麼會這麼多人來到香港 一百五十個單程證 怎麼搞出來的 那些雙非人怎麼搞的 下來之後有公屋 有中緩 是誰搞的 不用說 是民主派 是民主派的人 幫他們打官司 拿到 不需要居住 滿七年都有中緩 所以他們很容易有生計 然後再做其他富業 也是民主派的社工 幫這些人做家庭團聚 或者上樓公屋 令他們很容易在香港落腳 然後再招更多親戚 那麼多人下來 難搶食的時候 自然就有這些事情出現 所以 在這麼多次的選舉 如果各下或各下的親友 都是投票支持民主派 就不要再怪這些事情出現 因為這些事情出現 是你們有份自己造成的